大家好,歡迎大家收看這一場談節目 我們的節目主持人姚永安 今天在這一集和大家討論一下香港國安法 大的角度放在我們加拿大 希望大家探討一下究竟在國安法底下 在反映在中国领事馆和我们这里的华人社群的一些领袖的关系 以及究竟是否有些所谓干预的活动在我们加拿大发生呢 以及我们加拿大的中文传媒是否在帮中国做大外宣的工作呢 这个题目也很敏感的 请你一位重量级的资深传媒人何良茂先生你好 你好Gabriel 各位观众好 好了 今天调转身份来做这个节目 我想问问你 这个香港国安法成立了之后 大家看到西方国家包括加拿大有很大的反应 连一向以来保持中立的瑞士都忍不住出声就是要批评的 它破坏了中英联合声明香港人高度自治的很明显 比如说对香港人的自由 人权 甚至法制都受到很大的破坏 大家看得这么清楚 但是为什么我们在华人社区里面 这里会看到有些桥社的领袖就会不断走出来 还是要登广告 支持国安法呢 他们支持北京政府 他们支持北京政府 北京政府对国安法来说很重视 当然他们用人大常会的极速时间 光速的时间通过了 然后用很秘密的方法公布 到公布后大家才知道是传闻的 这里的一些社团领袖 或者是一些桥领 甚至是社团 是受北京影响 北京对他们有某种程度上的关系 这些是长久的关系 导致他们要出来站台 要挺国安法的声音 要表达出来 所以在很多社团的领袖牵引之下 这些团体就出名为登报联合声明 我觉得这是政治上他们取了一个态度 就是支持北京 不只是支持国安法的Gabriel 去年反送了时 他们还支持送中条例 他支持香港警察去对付这些抗争的香港人 我只是这么说 然后当香港政府取消了送中条例的话 他们没有出声 如果问他可能又会支持这件事 所以表示他们未必是支持法例本身 而是支持中国政权所说的 他就是亲北京势力 可以很清晰地说 如果不亲北京势力 为什么你不亲加拿大呢 但问题是为什么这些社团领袖 会在这件大是大非的事情 尤其是加拿大已经第一时间停止 跟香港的引渡这个协议 主要是为什么呢 就是不是 这个国安法实行之后 加拿大在香港随时可能会无端的白事被人捉了 或者是运送到大陆的 这是加拿大政府所说的 为什么他们又不会相信这件事 而是真的与选择站起中国那边呢 刚才我说了 他亲了北京政权的一种政治立场 这个政治立场就左右了他们对于香港事务的看法 就以北京作为他们的座标 第二 他们也有这里那里的利益输送的关系 例如做生意的人 是的 做生意也好 或者他们觉得自己在这件事上 他站在我们经常俗话说 西瓜靠大边 他觉得站在中国那边是不会错的 有很多人就是只问立场不问是非的 他不需要说正确要说错 不总之站在北京就不会错了 堂堂一个大国14亿人你不支持 支持750万人里面的抗争者 那些黑衣人有没有搞错 在他们来说觉得你是破坏社会安宁的人 所以他们会变态这些人 不是 他在大陆或者在中国 你都可能可以明白 但是他们在加拿大 加拿大我们在说的是人权国安自由 这是我们加拿大的人权宪章赋予给我们的 反过来就是说 如果加拿大也有香港式国安法 他们出来反对政府 你的话已经全部犯了国安法 可以抓他们坐牢了 Gabriel 你又忘记了一句诚语了 身在草影 心在汗 他们虽然是加拿大 他们可能是一些永久居民 我说支持国安法的那些 或者支持送中条例的那些 很多都是加拿大 有加拿大国籍的 他有加拿大国籍的 但是他的心还站在中国政府那边 他们没有将中国政府 没有将中国和中共切割开他 这个政府是可以改变的 中国这个土地就不会变的 但是中国这个土地上的政府 就可以按时有选举更替 如果没有选举 人民可以推翻政府 例如1949年 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取代中华民国一样 但是现在 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执政了71年了 很多人就觉得这个政权 他们看到又有高铁 又有高楼大厦 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他们有一种民族主义的亢奋的热度 还未燒 他们是热度的发烧状态 一直高温不下 他们就支持了政府 忘记了自己支持暴政 我觉得这个很可怜 但是这件事就是我在媒体上也看过有文章 就是说一些社团领袖 就是中国领事馆对他们很好 当时你为社团领袖的时候 就领事馆一些活动 一些胜会 就是十一国庆的这些酒会 就会请你们去 就很威风的 就是有身份 甚至乎是以上宾的身份 请他们去中国旅游的 这些其实都听不少的 甚至乎你再厉害的 就可以是十一国庆 在天安门的城楼上看大阅兵的 其实这些都是因为这些利益 影响到一些本地的加拿大的人 对选择站在中国那边呢 这种是叫做偽民族主义 是很虚幻的民族主义心态 我还要说这些是接近权力中心的亢奋 有国家领导人 或者国务院总理或者副总理 或者一些部长来接待你 哪怕那个是统战工作部的部长 或者是调办的一个局长也好 你都会觉得自己批飘燃 我觉得很多人都会有这个心理 没问题 但是你去接近权力中心是一回事 但是不要忘记你是加拿大人 你要站在加拿大的位置才行 否则你为什么要站在加拿大土地上 要做加拿大人 但是加拿大见不到这些官员 去大陆见到 加拿大官员你要跟他们聊天很容易 他们每个人都很平民化 也是吃快餐 问题是加拿大人不用做这些表演 他们也不需要用权威来压理 他们知道自己的权力是来自选票 到时做得正职不好 选票就会下降 但是中国没有 你好像我最近看到 我们BC省的省长是可以坐公车的 不会围住一群人 或者是一群保镖 甚至是一一一一一一大堆车 特朗普走去买那些披萨 都是吃普通的披萨的店 你可以说他做事 你什么时候见习近平这样做事 最多是上任初时去庆丰包子店 去那里做过一次 以后都不觉得 那时候因为他正好上台 但我又想问你 其实你说这些社群领袖 他用社群的名字在报纸上登广告 是支持这个国安法的话 其实有没有问题的 因为我看到里面有些社群 其实是慈善社群 因为社群的份量 是一种所谓非牟利 是一种慈善社群 慈善社群的注册要求高一点 可以出到退税收条 甚至乎曾经有说不可以涉及政治 或者这些组织根本是拿加拿大政府的资助 或者补贴 这些组织或者这些社群 是否真的可以用他们的名义 出来支持中国政府的一些政策 或者甚至恶法呢 这个要交给我们CRA的税局去处理 如果它是触犯了这些慈善团体也好 或者是受加拿大无助或者资助的一些规例 政府会去查 但是无论是否受加拿大钱都不是关键 最关键是它是否依存加拿大的价值观去办事 如果它是加拿大的团体 它支持一个外国的法例 如果是跟加拿大本身的价值观抵触 或者是人权及自由宪章抵触的话 本身就有叛国之严 因为宣誓的时候是效忠加拿大的 但是你支持过跟加拿大对立的可能 这个情况加拿大政府有的追购 或者是我们的保安情报局 CISIS可以调查的 因为你不是在加拿大土地上 在加拿大价值符合 或者是加拿大国策的东西 是可以受到调查的 我不知道这些团体的领导人 有没有研究过或者想过这些问题 第二 你支持一个国家的恶法 如果是恶法 加拿大政府是反对的 外长出了声明不止一次 接着又有五眼联盟的外长 关于香港取消选举的 又DQ议员那些 不是取消选举 而是延后选举一年 如果你又支持延后 又支持DQ的话 假如这些社团这样做 你是跟加拿大政府所做的 都完全背道而迟 那是难免要接受调查的 我觉得加拿大政府要做些事才行 不是我跟你在这里 但是我也可以告诉你 慈善社团是不可以走这个政治路线的 等于我不要说中国 尤其是加拿大也好 比如说你是一个省的政治来说 你一个慈善社团是不可以搞一个活动 或者是公开出来听某一个政党的 无论是执政党或者是反对党 外国就不行 外国我就不知道 但是加拿大就不行 我看不到为什么外国会可以 而保守党执政的时候 曾经是针对某些社团 是要取消他们的慈善社团的登记 因为说他也不是支持政党 而是说他支持某些运动 运动可能是环保或者是 即是不符合他的立团宗旨 所以其实这件事是很严重的 但是当然你说 这些社团领袖放社团的名字的时候 有没有真的想清楚 有没有跟他们的理事会 甚至会员是咨询过呢 等于说理事会是否真的 全部都是一个看法呢 所有会员都要跟他们看法呢 还有他们有没有考虑到 即是说护士尔会不会去查 甚至美国突然间制裁的时候 连你说你支持国安法 都要制裁的时候 你去不了美国 这些可能没有考虑 这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 受到美国制裁 如果美国说凡是支持国安法的团体 那加拿大都中招的 所以这些团体 其实是有写出来的 不过他还没做而已 所以这些团体 挺国安法呢 可能挺出和来的 即是某一天 美国说要对支持国安法的 所有团体 这些不一定是限于美国的 在香港有 在加拿大都有时 那这些团体 他可能不知怎样自保到时 譬如说 不准你去开个银行户口的话 或者有其他 不准美国签证 一些团体的负责人 或者是会员 那这个是会害死人的 我觉得现在不是政见之争 完全是要跟加拿大 就是我们的基本价值观 我们作为一个加拿大团体 或者加拿大人 我们有没有指定到自己 效忠国家应有的一些原则 我有另一个层面去看 我觉得当他们走出来 就好像声势浩大 好像代表加拿大华人的时候 这个我觉得是很危险的 因为其实就是说 这个很明显 你们是效忠中国共产党 而你不是效忠加拿大 而当你走出来 就说我们的华人就是这样 你会给予一个印象 就是原来加拿大的华人 是效忠共产党 不是效忠加拿大的 这个其实是很大的抹黑 是不是呢 这就被其他非华裔的加拿大人觉得 咦 中国在加拿大有第五中队 原来他们设立了很多 他们的支部组织 或者是分支组织 于是加拿大人就会觉得 这些华人究竟 会不会有一天 中加作作 即是在战争的时候 他站在中国那边 不混习入集中�营 不混习入集中营 不混习都然你都很幸运 你都很幸运 我知 幸运能睡到 不然呢 到时你是支持中国来对抗加拿大 而你又不在加拿大 你是在华人的时候 那我们的华人究竟是 是人还是鬼呢 到时是类似本地的华人 第二 这些支持过暴政 或者支持过中国共产党的一些团体 或者是华人也好 他将来受到针对 一定是变成首要的目标 在这些情况之下 那些人都会怀疑 究竟你是加拿大人还是中国 即是中加有一天大战 不知道的 这个机会是很低的 那你美国不可以是中加 中美大战 那你加拿大随时就会下水 这个也简直一点 因为我们不用去美国参军 不是 那你美国真的要动手的时候 五眼联盟加上日本 随时都会动手 你加拿大是不是可以变成上手 那你到时又出联合声明广告 来支持什么 那真的更加害羞 如果那个时候 你还出联合声明出来支持中国 即是把他们伸出去被人斩 那问题就是你伸出去的头 你要拉全加拿大华人下水 这个就是我们今天 这个谈话最有价值的一句话 因为你这种号称代表加拿大华人 或者全加华人的一种呼吁 你是帮到你们那班人表达了一种声音 这种声音在加拿大言论之后是可以的 即是它可以向某个国家表达效忠 是的 表达效忠 而是会令到本地的加拿大其他非华人 会怀疑你的效忠 你的忠诚度 那会令到我们的处境越来越艰难 难保有一天再发生加拿大的排华机会 都不可以抹杀的 就因为你们经常都有事的时候 就去支持别的政府 支持一些所谓恶法 支持一些不公义的东西 你这个国安法明明是将香港一国论制打烂了 兼够将香港人权压到落地底了 还要凌隔于所有国安人员 要执法凌隔于本地法律 在这种情况下 全世界都没有见过这么恶的法 在一个城市里面 在这种情况下 加拿大没理由不站在受压迫者的角度发现 现在你站在压迫者的角度 即是说这帮挺国安法人 就是压迫者的帮兇 如果他今次做帮兇 又知道危险 便是好 那你预料被人制作 或者预料被政府去检查你 或者看你的政府 但是你令到其他静下来的加拿大华人 没有好日子过 这才是大件事 其实他说大多数或大少数的东西 其实你看看最近 温哥华的中国领事馆的总领事 曾经在中文电台上做过访问 当时就说在加拿大 反对国安法的 是少数的华人和国会议员的 其实在加拿大 如果从他的口说 也是说在加拿大 既然反对的是少数 就是支持的是大多数 在这种情况下 而且他这些说话 说明华人社区里面的一些少数 或者是华人的议员的时候 这个其实你觉得 这种 就是作为外交人员在加拿大 做这些事情 行不行 如果你问我的话 你要试试加拿大 如果有领事在那里做 就不会被人逮捕了 不用做了 你的电邮一出来 那已经捉你了 不用逛街 我觉得那次 其实说清楚一点 就是中国注瘟的总领事 童晓宁 在这里有一个中文电台讲 那个讲话我有听的 大概半个小时左右 基本上就不是一个访问 基本上就是一个平铺直罪 我觉得是政策宣示 跟他的报纸写的文章差不多 是的 根本就是一个宣传 嗯 外交人员做这个宣传 是有问题的 如果在美国来说 可以变成外交事件 我不知道加拿大政府 不是 他可以在主流的报纸里做 其实就是说 你外交人员在 譬如环球邮报 出一个Op-ed 是有的 这个是这里都有的 但是他没有在主流媒体 就只是针对在华人的报纸 和华人的媒体做这件事呢 我觉得是学圈学点的 你刚才说的是用钱买的 或者是 不是Op-ed 可以不用钱的 可以不用钱的 这是一个Orgistra的剧本来的 嗯 我觉得 这是一个问题 外交上 第二呢 他将华人入面 分一些多数少数 本身就有分化 本地华人的嫌疑 而这样做法 对于加拿大政府 或者对于加拿大的 非华人社会来说 是会觉得很突压的 因为你作为 驻加拿大的一个总领使 你要的说话 就是将中国的一些 亲善或者有中家关系的东西 就可以说出来 但是牵涉到本地社会的 成分和意见 就绝对不适宜插手 何况你是指责一些人 是小部 小小撮人去反对国安法 如果你是少数 那些人是支持 加拿大政府的政策 你走来批评他 这个是不是真的很有问题 那就是干涉加拿大内政 是啊 他一方面就说 这些人是干涉中国内政 但是同一时间 他也在批评加拿大 说追随美国 那其实就是 你一方面就说 这些人是干涉内政 其实你自己都是自相矛盾 他的大姿势已经矛盾了 你说干涉内政 你支持国安法的人 都是干涉内政的 你就算发表支持国安法 也是干涉内政的 是 你应该支持国安法的干涉内政 你接受 反对国安法的一种声音 你又不接受 就是你是有选择性接受 那就是说你是虚偽 第二 你讲到加拿大内的华人的生态 这个是完完全全很赤裸裸的 令到本地华人觉得 现在中国政府就是不赞 不赞你们不支持中国政府 这样是鼓动本地的民族主义情绪 这是很危险的动作 我觉得加拿大政府要调查这件事 这件事就是说 其实呢 因为你也是资深媒体人 我想讲一下就是说 是不是会有一个因素呢 就是说 由于华人 如果你不是透过英文传媒 你透过中文传媒 去认识香港和大陆发生的事情的时候 你所看到的事情 就会和大家不同的 就是等于说 我曾经去过人家 在家里见到老人家 他看的是中国电视台的电视 正在播放的是中国大陆里面的新闻 他在那个新闻里面看到的 就是香港发生的情形 当然跟我们在加拿大看到的 会很不一样 但第一方面就是 好像现在TVB 人家都说是CCTVB 其实我看过 他有一些报道 真的拼得很厉害 其实今时今日中文媒体 是否已经变成了中共外宣的一个工具 是否外宣的工具 就没有办法证明 他组织的谈设关系 是因为他们不需要直接谈设北京 主要影响到机构 或者新闻媒体的大脑 老板 老板再影响到总编辑 或者是天地部话事的人 已经可以决定了媒体的路向 他不需要教你写什么文 在这种情况下 这里的华人 正在消费一些来自中国的 无论是CGTN 或者是直接的媒体 官媒 这个也没有问题 对于我们可以看英国的天空电视 美国CNN一样 当然是官媒 但是你作为一个媒体 你是应该反映到多种声音 多种声音之中 以加拿大的价值 应该作为主体 因为你是加拿大的媒体 你公布加拿大价值 你要守护加拿大应有的信念 但是很多媒体 就是因为他的资料来源 是来自中国 他很多报道的方式 或者报道的表达方法 是来自香港的 原稿照登 原稿照登 但是本地的传媒工作者 其实都应该进行一些 就是剪裁 或者是编辑工作 要符合加拿大的主流价值才行 但是你文字可能就是 但是你声音和画面的可能 你就很难了 而且你如果要做这件事 要多些人手要多些钱 那老板投资家 是要做好他才是他的使命 第二 你又很难要求这里的唐人 要看英文或者非华人 我觉得作为受众 看来自中国 或者来自香港的 所谓的同种同盟的内容 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最重要的是 你也要接收多些 非和自己族裔的新闻才行 因为你在加拿大生活 不只是说你自己族裔的世界 你还有其他的世界 所以这个受众也是责任的 其实他说加拿大发生的事情 很多时候都没有什么问题的 但是问题就是说 当你说到香港 大陆的时候 而你只是纯粹用大陆来的讯息的话 那和真的在香港发生的事情 或者在大陆发生的事情 是会有一个落差 这类落差 可能令到有些人特别爱中国 因为他看到那些是暴徒 那些人其实是坏的 黎智英是提拉的 周平也是CIA 那是不是因为这样呢 有很多华人 或者是路一脱的人 喜欢一种选择性的接收 他习惯了看 这个无线电视 他习惯了看 或者玩微信 微信 微信 在这样的情况下 他会很容易被人一面倒 因为中国是很刻意透过微信 去做大外宣 将那些官方的数据带出去 甚至透过其他社交媒体 在这样的情况下 受众我们影响不了 他要消费的时候 消费是要决定的 但是在传媒里面 要做事的人 或者老板就应该照顾 加拿大除了中国的声音 都有很多种非中国 非华裔的声音 和资讯是要吸收的 你所说的就是 本地的华人媒体 譬如说报纸电台 电视 譬如说真的有本地声音 他可能都可以做一些编辑 是可以将一些 中国未必那么喜欢听的声音 是可以放出来的 但是微信 完全没有这个选择 没有 我知道 有些在微信的 本地媒体工作者 你给他一些稿 就算是 很有分量的人 给他都说 对不起 这个我不能登记 我是会被删除 我是会有问题的 就是说一些讯息 不要说是中国 即是香港 就算是香港 我认为不只是 自己身份 第一 他自己个人 也会觉得自己身份 因为他觉得那件事是过不了的 甚至会影响 他的账号 可能会被人封了 另外一件事 就是说微信 基本上就是 中国是控制得很厉害的 可否请问之后 我和你也不能做 因为微信 它影响的是 北京各方面 它直接是中国的一种 对世界 对国际的滲透 一种高科技的工具 是 所以美国TikTok 完全是他给你看的 所以美国TikTok 会这么严重 就是这样的意思 它可以动员那些人 拿了特朗普 助选大会的票 然后跟着不表演 过万人不表演 所以我们不是说这些媒体有问题 第二是说 他被一个政府后面操纵的时候 就有问题 那样东西就是说 现在美国特朗普就说 要把微信封了它 你同不同意呢 如果你说封了微信 会不会又是另一种 妨碍的言论自由 No 要表达自由 国安第一 第二 用者的个人资讯安全第一 因为它全部有背后面 自己做很多工作 会将你的个人资讯 甚至你身边的信用卡 金融资讯 全部都会看到 所以这个是重要的 这个不是言论自由 他就因为开放社会 一个自由的社会 就被一些专制的政府利用了 他就用了这些Vchat TikTok 为什么你在中国大陆 不开放脸书 不开放Twitter 又不开放Google 又不开放其他 来自美国 直播开发的社交媒体呢 就是因为你是 有心用防火场 挡住别人的东西来 进行你的一党专政 但西方社会 就是冒染鸡笼 即是你利用别人也可以 别人想在你的市场 拿分多少分之一 杯羹都不行 这个是不对等的一种行为 所以美国现在要改变这个劣势 从言论自由是无关的 所以你看到中国大陆 都不敢用言论自由这个名字 因为说言论自由 他直接可以说 你上面放些什么来 不是的 中国的外交部发言人 说他们有言论自由的 是他们有言论自由 外交部发言人可以用Twitter 但是一般的宠民 那些韭菜被人割 那些韭菜是全部不同的 那就是一个暴政 你是找人民做奴隶 这样的情况之下 你根本就没有尊重人民 没有尊重人民 那个禍害 是不是大于言论自由的禍害呢 时间不多 我突然要问你这个问题 就是说 你说外国势力对加拿大政治的影响 其实 这么多年里面都看到 譬如说现在很多人说 为什么我们的自由党政府在中国上面 虽然说出了声 但是只是出了声 就没有实际的行动 那有人翻旧帐 就说 其实你记不记得 你当年杜鲁多选党领的时候 是得过一些华人的领袖 从前的议员的帮忙 就是帮他籌款 找义工 甚至是去拉人入党 去支持他 你有没有听过这些东西 还有这些其实是否就是 就是 就是 那些人觉得自由党不动 不动的 会有一些理由呢 不是听到的 就是看到的 你看到 杜鲁多当时是来自民 去某一个大陆新移民 都不是很新的移民 他家里吃饺子 那些照片都铺上去 不是 这个是做了总理之后 他还没有做总理之前 有很多的 他不是吃一家饺子 他吃很多家饺子 当然不知吃饺子 总之都是华人 都是来自中国大陆的为主 所以他跟中国大陆移民社群 有千丝万楼的可能籌款 或者其他的党组织的关系 这个是不清晰的 不清晰的 起码是一个一大移民 还有他对于一些 来自中国大陆的 就是被通缉的人 的关系 都是 都是苟成不清的 起码都是 这个情况之下 我觉得 自由党里面 有很多人跟大陆做生意 的情况 亦都等于 保守党里面 联邦保守党里面 都有很多人 跟大陆做生意 但是联邦保守党 在黑白執政时代 就很清晰 他的国策 就是对共产党 是很有一个距离感的 但是自由党 就没有什么距离 没有大没有小 这事就变成了 就被人渗透 被人容易左右到 你的内阁 或者左右到你的政策 没有看到 华为就是一个 很富生生的例子 华为五支 一直都在万感市 有一个总部 联邦自由党 一直都说 拖拖拖拖拖 一直都不说 什么时候 我觉得最近 他说 拖到现在都没有决定 其实否决了 我觉得这个 这个政治 很可笑 不说就是没做 我觉得真的很好笑 你的媒体感到收货 我真的不收货 我搞错 真的 全部国家一刀切 就是说 我家里这东西我们不给 就不给 加拿大说 其实我们都不给他了 我们一直都不做决定 等于不批给他 你这样都说得出来 Telis 正在用华为技术的Telis 是 但五支他就说了不用 是 五支之前 就是有用的华为 因为 那就是在铺路 另一个故事就是 三支 四支 就是五支 在这种情况下 我觉得自由党是身有史 这个是和中国的 那个关系就是很多 久前不清的 就是我觉得 杜鲁都在这方面 就是 除了这些 泰特党的利益交 就是 那些交 就是久前不清 你从前 是直至到习近平上台之后 我才发觉以为 好像不是这样的 不是 邓小平也不是这样的 从前 没有 这些阻交思想 已经是在2012年 13年之后 应该可以破灭 如果经过六七年 你都没破灭 你都可以回到大陆住的了 你是习近平的忠实信徒 我觉得在这种情况下 自由党要在今次 就是现在牵涉到丑闻 或者是 甚至今次 香港国安化了 其实反送中 都对自由党很大的冲击 因为最近 有很多香港移民 都觉得自由党 都不支持香港那些抗争者 包括那些人 走来这里 要做申请纳闻的时候 政府是没有任何 就是 一点都不动的 政府 联邦移民部 完全是民风不动 曾经说过 我们在做事 但在做事 已经是两个月之前了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我觉得他们一定要改革 如果不改革 就要改时换代 因为现在丑闻前身了 现在连财长也退休了 即莫奈 在这种情况下 就看看其他反对党 有没有本事 令加拿大 能够 即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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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